在庆余年中 叶青梅除了给范贤留下一把芭蕾特外 还留下了掌控庆国命脉的内裤 但在接管内裤的过程中 范贤可谓是波澜不断 话节上回 在范贤回到船舱后 便让刘思思先行睡去 而自己则是从怀中拿出了一封信件 仔细阅读了起来 这封信件就是明经堂留给范贤的 上面记载江南地区官匪勾结的各种信息 老师您睡了没 就在范贤仔细研究资料时 门外传来了三皇子的声音 随后范贤便轻手轻脚地收起信件 然后披了一件衣服就走出了门外 今天怎么舍得叫我老师了 范贤说着就带着三皇子向着他的船舱走去 不妨命我跟在您身边学习 那您自然就是我的老师 三皇子此时对着范贤鞠了一躬 其实他对于范贤的事迹也是十分的熟悉了 不过真正了解还是在这几天 尤其是在对待官武妹等人的事情上 范贤的做法太合他的胃口 所以拜这个事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是吗 范贤坐下后不由地挑了挑眉 他可不认为这个三皇子没点小心思 说吧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范贤倒了一杯热茶 静静地等待三皇子回应 紧接着三皇子就对范贤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那就是为何要同明经堂合作 范贤并没有立刻说话 只是将明经堂给他的资料拿给了三皇子 遇到的人总归是有用的 范贤喝了口茶微微笑道 当初你二哥能看中明经堂 可并不是他的名家弃子的身份 接下来的话 范贤也就不会说太明白了 这位三皇子能理解多少 还是要看他自己的能力 不然以后又如何能走上那个位置 此时三皇子将这些资料反复看了好几遍 然后随即一拍桌子说道 这事要彻查到底 军队乃是国之重器 而这上面竟然是江南水师 这让我沁国该如何自安 在听到三皇子的话后 范贤稍微震了一下 不过随即也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只不过是明经堂的投名状罢了 不过目前要在意的 其实是那些防止我们冻蛋糕的人 范贤见到三皇子激进的情绪后 便也示意他不必激动 官匪勾结本就很常见 即便是沁国知名的江南水师也不例外 而范贤要动他们 凭借监察院就可以 只不过眼前最要紧的 是真正在江南中那复杂的利益关系 这些利益线到现在范贤都没有全部摸清楚 只不过他知道江南被长公主和太子等人 经营这么久的时间 每一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到时候范贤所面对的 可不是一个明家或者秦家那么简单了 在利益面前 没有人会容忍他范贤进来搅局 所以范贤需要一个帮手 准确的来讲 应该是一个枪手 帮助他解决那些扑面而来的麻烦 老师 那该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呢 三皇子也并非是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呆子 他知道一旦有人被触动了根本利益 那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 这件事从开抱月楼时就已经知道了 他们还是低估了监察院 不过真要杀人李威的话 该背的恶名总是要背的 范贤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的笑语逐渐收敛 身上露出一股寒意 三皇子看到范贤的样子后 也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然后心中默默地为明经堂祷告了一下 因为明经堂就是范贤手中的那一杆枪啊 只是三皇子不知道范贤是用什么换的明经堂 行了 早些休息吧 明日还有好玩的事情等着你 范贤说了一句后 便起身行了臣子之礼 然后回到自己的船舱 等待明天的事情 第二日一早 范贤就带着众人从码头下了船 一路上弯弯绕绕 走到了一个酒楼前 没有任何的言语 范贤就带着众人上二楼开了个包层 然后就在二楼观景台处坐下等待 就在他们进入的酒楼门前 有着一个比武台 而这是之前明经堂对他所说的 近日要召开一个武林比武大会 所以顺便邀请范贤前来观望一下 很快 范贤就看到了楼下 逐渐有了嘻嘻嚷嚷的人群 不得不说 这明经堂还是有点实力的 只不过承办武林大会的 还是那几个江南武林中有名望的人 而前来比武之人 有着东夷云芝兰的一位女徒弟 吕思思 此人也是引起了范贤的兴趣 倒不是因为是个姑娘 而是这吕思思是四顾剑的徒孙 当初牛兰街刺杀案中 范贤杀了云芝兰两位女徒弟 跟东夷成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加上东夷成本就和长公主走得近 就让范贤险些被东夷找麻烦 好在范贤师傅费借的面子大 亲赴东夷成将当初救治四顾剑的面子全部卖光了 这才换来东夷不找范贤麻烦的承诺 要知道四顾剑那个疯子 是敢去庆国京城刺杀皇帝的疯子 他范贤可没实力阻止这种疯人 在看过几场没什么意思的比武后 范贤眼光随即一落 就落在了一个树下的女子身上 而此女子一身卖花女的打扮 却跟他身上的气质咯咯不入 他?他怎么来这里了? 范贤喃喃地说了一句 随即起身就准备下楼 不过此时卖花女却缓慢地走到了比武台前 范贤见状便也停了下来 打算看看他到底要玩什么 那么范贤遇到的此人又是谁呢? 接下来说 庆余年第二集四十二 范贤之江南之行留后手 影子对战云之蓝 在庆余年中 除了四大宗师之外 最强的战力就是九品高手了 而九品高手最多的势力 就是四顾剑所在的四顾剑炉 足足有着十二位之多 那么北齐的海棠朵朵 南庆的影子 四顾剑首图云之蓝 又会是怎样的场面呢? 画节上回 本来范贤是打算好好地看一番戏 毕竟这一次的比武 前来的人除了南庆还有北齐 甚至东夷城都有人来 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大杂会了 不过这一次的比武 却被东夷城出尽了风头 因为东夷城的吕思思 再次赢得了比武 更何况他还只是个七品 这就让东夷城的众人 开始嘲讽起了北齐和南庆 而范贤只是为了看戏 毕竟东夷城虽然有个四顾剑 但跟南庆和北齐比 还是有些差距的 不过范贤能够坐得住 树下的那个卖花姑娘 则是坐不住了 听闻诸位看不起我们北齐人 小妮子出生北齐 虽粗鲁不认经文 却对于打架这等事情 还是很有信心的 卖花姑娘缓慢地走上了前 而他经过的地方 众人也都不自主地 纷纷给他让路 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他们 而范贤看到此处后 眼睛也稍微眯了起来 这下可有热闹看了 范贤微微笑着看望楼下 但此时不远处的水面上 一艘孤舟缓缓地行驶了过来 而孤舟上有个中年人正在垂吊 这个中年人看到卖花姑娘后 随之压低了自己的抖力 然后将手中的鱼竿稍微沉了沉 但就这样一个动作 却让范贤注意到了 他果然也来了 范贤眼神越发深邃 看来今天的这一场比武 是真的有好戏看了 而麦花姑娘走到了比武台上后 就由北齐之人认出了他 海棠姑娘 随着声音一出 场面瞬间嘈杂了起来 他们也没想到 北齐圣女海棠朵朵会来到这里 就这样 场面大部分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海棠朵朵身上 但是范贤此时 却始终留意着 渔船上的中年人 因为他知道 这个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随着海棠朵朵上场比武 渔船上的中年人 很快就将目光 锁定在了酒楼范贤的身上 而范贤则是笑着 对对方招了招手 然后便指了指自己的背后 当然 范贤的动作 是让此人注意深厚 而中年人还没反应过来 一把匕首就划上了他的脖子 不过中年人的反应却也不慢 手中的鱼竿轻轻一挥 身子一扭就躲过了刺客的进攻 就这样 两人直接在湖面上打了起来 此时的岸上 海棠朵朵跟吕丝丝在打 水上两个大家不认识的人也在打 一度让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不过路上的两位姑娘 一个九品上 一个只是七品 根本就没有悬念 即便是吕丝丝带的那几个师兄弟 一同上去 都不是海棠朵朵的对手 而众人更为在意的 还是水面上的比斗 因为在懂武的人眼中 这就是两个九品上的对战 那人好像用的是东夷城剑法 此时岸上有人看出了中年人挥舞鱼竿的动作 认出了四顾剑的成名剑法 而手持鱼竿的中年人正是那四顾剑的首图 云之兰 不过让大家更为好奇的是跟云之兰对战的人 一身黑衣还有面具蒙面 手中的匕首相当犀利 面对云之兰丝毫不落下风 而且在她的招式中也有着一股东夷城的味道 此人就是陈平平的轻位影子 在王启年来接范贤的时候 影子就已经跟随过来了 一直在暗中保护着范贤的安全 这件事范贤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影子的存在算是她的一个后手了 只是这一次范贤也没想到 那些为了对付她的人已经联合了起来 在庆余年中 如果说谁的刺杀能力最强 肯定要数陈平平身边的影子了 毕竟在她的偷袭下 大宗师都有机会受伤 话节上回 就在众人欣赏比武的时候 海棠朵朵已然解决了舞台上的对手 紧接着头也不回 将那些拉拢她的人全部抛之脑后 静止地走上了酒楼 不过此时水面上的两人 也已经越打越远了 很快就看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 下面看戏的人才逐渐散去 圣女大人好久不见呢 待海棠朵朵走上楼后 范贤便起身对着海棠朵朵 深深鞠了一躬 场面是彻底地做足了 一旁除了三皇子之外 其余的人也对着海棠朵朵 行了下礼 见过三皇子 不过海棠并没有立刻回应范贤 而是先对三皇子行了个礼 师父 这就是暗恋你的北齐圣女啊 三皇子此话一出 众人眼光立刻聚集到了她的身上 我说错什么了吗 三皇子看到这种情景 顿时迷茫了起来 要知道范贤和海棠朵朵的关系 已经在沁国传了N加一个版本 三皇子这次说的暗恋 已经是比较克制的版本了 殿下 话可不能乱说 为了缓解尴尬气氛 范贤连忙让高达带着三皇子离开 很快众人也都失去地走向了别的屋子 现在屋内也就剩下海棠和范贤两人了 湖面上的两人你怎么看 海棠朵朵坐下后就直接进入了主题 相信不用我说 你也应该看出来了 范贤微微一笑 然后就开始对海棠朵朵分析了起来 云之兰的身份已经揭晓了 但是影子的身份范贤还是刻意隐瞒了起来 而海棠朵朵对于范贤的话 也是将信将疑 不过范贤很快就问到了范若若和范思哲二人 话题也就这样带了过去 两人聊完后海棠朵朵也就先行离开 云之兰被我重伤 但被他逃入了名家中 东夷成这次派了两个酒品八个八品 好 这几天我身边有海棠保护 你可以先行离去了 是 范贤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看来他也要开始继续行动了 不然这些对手联合起来 就不是他能够应对的了 那么范贤该如何对付云之兰和明家 以及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对手呢 没有手提到贤荐 不要吝点 快 sand 肥坎 宝贝